參加由我們愛港之聲舉辦的 《愛香港撐政府實事投視論施政2013施政報告公開論壇》 今天很不幸我們請到兩位很重份量的嘉賓 一位是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劉乃強先生 另一位是香港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陳文鴻博士去查看 在人間的環節 劉先生和陳博士分別會有一段演說 演說完之後會有Q&A公開回答大家的法文 在這個時間請我們愛港之聲的接責人高達斌先生和我們說幾句話 高斌 各位朋友 各位關心香港的市民 晚上就好 各位晚上就好 各位晚上就好 不過今天我們特別在這個地方 我們舉了一個論壇 這個論壇正正是想聽一下各位在座的市民 各位朋友對梁振英特首 他提出的第一份施政報告 有什麼看法意見 我們將會將全程錄影之後 將這個影帶 會在星期二上午 行政會議開會前 我們送給特首 讓他慢慢來參考一下 聽一下我們的市民的心聲 從而從而在我們的施政報告 或者他的施政報告裡面 怎樣去根據大家的意見 去作出適當的調整改善 這個就是我們搞這個論壇的 希望將市民的心聲 從他的施政報告裡面 我們給出我們的意見 讓他去參考 我們也不想讓大家聽一些專家 或者精彩的意見 我們今天也很榮幸請到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劉乃宏先生 劉先生 我跟他認識三層很多 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 愛國愛黨者 他由他年輕時代組織論證的團體 直到今天在傳媒裡面 發表很多的文章言論 都是往往是剔中持密 亦都是給從政者一個很好的指引 當然他們聽了劉先生的演見 劉先生都很無能為力 但是我相信劉先生對香港的時局 對國家的變化 他是有很深刻很深遠很精緻的意見 今天梁振英特首他提出一個施政報告 究竟他這邊的報告 將會帶領香港人 如何在美國和美國在任內 如何將我們的民生 將我們的經濟發展 我相信今天 劉先生會給到很好的方向和意見 我們 我們不要妨礙大家的時間 我們有請劉乃宏先生 謝謝